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要说的是有郭麒麟和蔡徐坤的那一季收视率在场新高 我一直觉得节目组要是能够保持那个嘉宾阵容的话 这档节目是能够重回巅峰的 不过呢最后还是没能保住 沙锅菜的组合还是没有发挥到极致就已经散了 在最新开播的《奔跑宝宝黄河片》第二季中 嘉宾阵容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三期节目来看 这次的常驻MC应该是郑凯 李晨 Angela Baby 沙翼 白露 016位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宋雨琪也是常驻 没想到只是两期的飞行嘉宾而已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下一季的节目是宋雨琪也要离开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 毕竟跑男对于宋雨琪来说只是一个跳板而已 相信大家也发现了 宋雨琪现在的综艺资源还是非常不错的 看来这一季已经播出的三期节目之后 很多观众心情是有所起伏的 作为一档搞笑类综艺节目 前两期节目真的是只有尴尬 毫无笑点 或许有些观众会说 羽羊配合沙翼还挺搞笑的 但我想说这根本不是他们的实例 大家可以回看一下之前羽羊参加跑男的那几期节目 说实话 随便拿出一期节目都要比这一季的前两期加起来笑点多 当然话说回来 要不是因为有羽羊的话 前两期就彻底垮了 那么火了这么多年的跑男 为什么会突然变得不搞笑了呢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总导演从姚一天换成了网路 虽说姚一天这一季也是参与了 但是他是作为制片人的方式 身份来的 总导演和制片人这两个职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于节目是不是好看的问题 主要职责还是在总导演的身上 实话实说 网路在座导演这一块还真的是不如姚一天的 不过网路导演的自我调节能力还是相当强的 前两期节目效果不好 第三期就能够立马做出调整 当第三期节目播出之后 全网都是太好笑了 这样的好评 那么问题来了 三期节目都是新讨演网路做的 那第三期节目为什么会那么搞笑呢 原因很简单 节目组请对了人 在第三期和第四期的节目中 节目组请来了龚立娇和秦潇贤 做飞行嘉宾 龚立娇是奥运冠军 在综艺节目中并没有太多的笑点输出 但龚立娇本人是比较可爱的 非常讨喜 她做任何事情观众都不会讨厌 对于观众来说 习惯了赛场上非常野蛮的龚立娇 在真人秀中能够看到她 温柔小女人的一面 自然是相当惊喜的 秦潇贤就不用多说了 作为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可以说是自带流量的 毫不夸张地说 很多观众是因为秦潇贤 才来追这一期跑男的 除了秦潇贤自身带来的人气之外 她在节目中贡献也是相当大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参加真人秀的经验 秦潇贤在这次跑男中 也是扛进了搞笑大人 恕我直言 一整期的节目要是没有秦潇贤 还真的是没有太多的笑点 哥的游戏环节中 秦潇贤一直都抢不上答题权 当到了回答问题的时候 所有人都把老秦推到了最前面 这个问题是 蓝州人一天消耗多少碗牛肉面 正确答案是100万 节目给出的范围 可是从1万开始猜 话说这样的游戏 不管是谁 第一个都注定是炮灰 看着被坑的老秦 我真的是被逗笑了 在这个游戏环节中 前面唱歌的和蔡芳妍的 虽说也挺搞笑 但是让我爆笑的 只有秦潇贤这一趴 看着老秦被欺负之后 无辜的小表情 真的是太好玩了 在夹拉面比长短的游戏环节中 秦潇贤依然承担了全部的笑点 因为这个环节 谁输了就要花钱 请150位老百姓吃拉面 其实只要是请吃饭 倒也没什么 毕竟能留一个好名声 关键是以第一名的名义请客 换句话说 这纯粹就是我请客 你花钱 最后的结果是 第一名的杀意请客吃面 花钱的却是秦潇贤 在综艺节目中 最爆笑的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有一个人一直倒霉 一直惨到底 在最后一个游戏环节中 按照规则 本来功力交是最后一名 他应该买单 请肖贤却主动呈下了 这份买单的事情 俗话实说 我真的是被老秦这样的行为圈粉了 奥运冠军为国争光 怎么能让他们贴钱呢 除了白天的正常营业之外 老秦在晚上吃饭的时候 还和功力交来了一次 一比一丝名牌 自从邓超 陈赫 陆涵他们离开之后 跑男私名牌的次数 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 这次虽说只是简单的娱乐一下 但老秦这一趴 还是给观众带来很多笑点的 跑男一直被姚依天隐藏的痛点 没想到新导演只用三切就暴露了 尊观前三期的节目 不管笑点多与少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呢 其实每一期的笑点 基本上都是由飞行嘉宾输出的 或许有些观众会说 白鹿和沙翼两位常驻嘉宾 也贡献了很多的笑点呀 话说的没错 肯定要从根本说来的话 白鹿只是这一季的常驻嘉宾 沙翼也不是一直常驻 换句话说 对于三位元老 郑凯 李晨 卑鄙来说 白鹿和沙翼两个人 也只能算是飞行嘉宾 在这一季的三期节目中 三位老将 李晨 郑凯 卑鄙是最尴尬的 我真的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能记得 他们在这三期节目中 贡献过什么笑点吗 毫不避讳地说 他们三位还没有白露 没有包袱的大笑 带来的笑点足够呢 没有体力上的优势之后 他们的存在就相当尴尬了 因为搞笑不是他们所擅长的东西 久而久之 三位元老对于跑男来说 变成了一种回忆 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告诉观众 这档综艺节目还是跑男 咱们平心而论 现在的跑男有没有里程 郑凯 卑鄙的曲解 大吗 如果要是不考虑跑男的情怀 那显然换三个人是更好的选择 在前几季的节目中 一直都是姚依天当导演 而且每一季都还做得挺好的 简单来说 姚依天把这个痛点隐藏得很好 节目笑点十足 观众自然也不会去关心 三位老人是否存在尴尬 在这一季的节目中 总导演换成了网络 前两期开局就让人看得 没有一点乐趣 节目越是无聊 观众就越是会讨论 节目不好的责任 一般都会归结于老成年的身上 即便是上一季奔跑薄黄河片 姚依天 每期都邀请非常多的飞行嘉宾 对比一下 王露当导演的这一季 前两期只请了一个鱼羊 而且鱼羊也是节目的老朋友 对观众来说 鱼羊确实搞笑 但新鲜感是不足的 也只有他和白露的配合 还稍微有点新鲜感 如果新导演王露 在前两期节目 就请很多飞行嘉宾的话 鱼羊和沙翼的搞笑能力 会发挥的更好 笑点也应该会更多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久久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